金门马祖城跳板百亿澳洲龙虾走私进中国 澳洲在2020年要求追查COVID-19病毒来源惹恼中国 因而遭到贸易制裁 但澳洲人报The Australian 发现 过去两年有价值数和新台币158亿的澳洲龙虾经由金鱼马地区走私进入中国 报道指出 走私集团利用的水稻起点与中国福建省的最短距离仅有10公里 香港曾是澳洲龙虾走私中国的主要中继站 2021年底被当局查获之后 这项走私改以金马为渠道 新鲜龙虾先进口到台湾 再经这两个外岛走海陆运交给中国 在中国宣布禁令之前的2019年 台湾进口14顿澳洲活龙虾 到2022年 进口量达到1400多顿 可见走私中国数量之大 行政院核定捷运系东县新北说 系纸20年期待将可实现 行政院13日晚间指出 唯有效疏解北北基交通拥塞问题 行政院长苏贞昌下午核定捷运系东县综合规划案 并同意先行匡列新台币278.46亿元预算 用于启动相关设计及工程发包 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说 系东捷运可改善系纸交通 也提供基隆捷运共线与共站与共用设后机场 及延伸捷运名声线 也是系纸20年来期待 系纸东湖捷运衔接捷运文湖县的东湖站 行进内湖卢州里 制设后设机场及车站 往东至同兴路至大同路向东 沿大同路穿过北二高与张树湾站及系科站 转康告坑西转往新台五路至系纸区公所设置终点站 沿途设站可转成基隆捷运与台铁 苏花公路大清水隧道滩方交通中断出估15日抢通 苏花公路台九线159.3公里储大清水隧道南口12日深夜滩方与道路阻断 巨大石块掉落压毁约25公尺涨的明隧道 交通部公路总局启动南北双向日夜抢修 预计15日下午5时抢通 同时 交通部航港局协调合复快轮与台北快轮及凯旋8号13日起至15日协助苏运花莲及宜兰间车潮 航程约3小时 人车免费搭乘 有游客表示 应遇到滩方多了人与车搭船的体验 也算苦中做了 周末变天先有雨后降温中部以北低温碳12度 中央气象局表示 14日白天天气与13日类似 但下半天开始封面接近 晚间至15日清晨全台可能有短暂震雨 15日清晨雨是最显著 白天起降雨逐渐减弱 接下来一周主要都是迎封面的北部与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的天气 15日封面通过后冷气团南下 全台渐冷 16与17日清晨气温最低 中部以北低温约摄氏12度 立院朝野协商共事在延会至19日处理特别条例与总预算 立法院长游席坤13日上午召集朝野协商 各党团同意立法院第10届第6会期在延长至19日 处理行政院及各党团与立委提出的有关税收超真全民共享法案 还有112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等 国民党团总召曾明宗于朝野党团协商作成结论前确认 在延会期间优先处理全民普发现金特别条例或总预算案 民进党团总召科建民则表明要先处理特别条例 警员进出88会馆饮宴日一行市局副局长在内26人计过调职 媒体报道 2020年警政署前政峰市主任黄景秋与检察官王图之和多名警员曾置位在台北市内湖区的88会馆及某营楼招待所唱歌 引发争议 警政署13日表示 警察2018年与2020年共26名警察赋验 警政署指出 会馆虽非封计场所 监视画面也未出现特定对象 但因两次参废由会馆支付 违反公务员连阵伦理规范 决定惩处相关人员疏失 包括现任台北市警察局市林分局长吴庆红 记过一次与现任警专校长中国文继申界两次与现任刑事局副局长黄建荣记过一次 均调离限职 高等检察署也公布调查报告 以黄景秋与王图之两名检察官两次无偿接受招待 违反伦理规范 送交检察官评件委员会个案评件 北大国发院报告说 中国已有9亿人染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根据大数据模型估算 去年12月20日 中国大陆多的COVID-19疫情已达高峰 截至今年1月11日 全国感染率累计约64% 累计约9亿人感染 报告估算 本轮累计感染率最高的前三个省份均属于西部地区 第一是甘肃省约达91% 第二是云南省约84% 第三是青海省约80% 龙卷风洗美一天余30个南部二州已知七死与万人无电可用 美国国家气象局统计 12日全美出现至少33个龙卷风 救援人员证实 南部阿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至少有7人因此丧命 密西西比州与阿拉巴马州与乔治亚州与田纳西州与肯塔基州与南卡罗莱纳州和北卡罗莱纳州都曾发布龙卷风警告 受龙卷风肆虐影响 阿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有数以万计民众无电可用 经典赛台湾对36人集训名单出炉全职业阵容出征 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13日召开世界棒球经典赛WBC选训会议后 公布36人集训名单 旅外选手部分 除台湾队总教练林岳平之前已公布的张玉成与林子伟与王伯荣与张义与宋家豪和吴念廷 还有美职旧金山巨人队的邓凯威和匹兹堡海盗队的郑宗哲 中职5队都有选手入选 最多的是桃源和兄弟各7人 同时 林岳平清点王威成当队长 希望王威成号召选手与带领新一代台台湾队 苦等不到弃捐父母各捐一半废旧女成全台首例 廖姓女童原本个性活泼 去年5月中旬因蜂窝性组织严导致成败血症 呼吸衰竭需依赖液克膜为生长达4个月 苦等不到合适的器官 廖姓女童的父亲说 当时女儿濒临死亡边缘 应家住中部 只能每周末到医院探视 看着女儿情况越来越差 听到医师提及有人体制活体肺液移植新医疗技术 她和妻子决定捐肝旧女 历经近15小时马拉松式手术 完成这次活体移植 也为台湾器官移植写下里程碑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